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上个礼拜我稍微复习一下就是我们提到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三个重要的日本的国家的发展的一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文明开化 第二个讲到护国墙兵 第三个提到职产新业 那么文明开化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 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从和魂汉彩开始到和魂阳彩 那么开始到诗意的解放 一直到我们介绍了明佑社 申有礼 还有几位明治维新 那个时期的启蒙思想家 包括胡泽玉吉 刚昌天心这些人 那么胡泽玉吉其实在文明之概略是1875年的时候 他就出了这一本书 就是说一个国家成立一个国家是不是能够 所谓的护墙不是只有靠力量不是只有靠国防 而是整体国家看不到的一个所谓的文明这个东西要让它起来 这也就是一直我们在提说人文的素养为什么很重要 它是看不见的 可是人文的素养的一个培育不是短期就能够奏效的 我们经常会笑大陆现在所谓的拿利金这样子一种情形跑出来 那大陆是不是符合这个文明开化的条件 我想有很多人在看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中国大陆我相信他们自己也有自知之明 就是如何去提升文明的素养 恐怕比他们的经济发展更重要 因为要受到这个所谓被称为真正世界的一个文明国度 这个领域是无可避免的 必须要去达成的 那么接着下来我们回到日本在文明开化的时候 他还是不断的要去强调一下传统的日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中就有一个就所谓的神道这个东西 那么各位知道神道是日本传统的一个宗教 日本民主自古以来的一个很大宗的一个信仰 但是这个神道不是唯一的日本的一个宗教信仰 各位知道中间出现了一个虽然不是宗教 但是是外来思想的儒教 那之后又来了一个什么 佛教 之后又来了一个什么 西洋教 那相对于神道的所谓的再来的宗教 传统的宗教 日本人如何看儒教 如何看佛教 如何看基督教 这些外来的宗教 有没有融合 有没有冲突 有没有怎么样去发展的过程 出现哪一些事情 这个我们这一档课跟各位说一些说明 第一个就是神道的国教化 五四的政权告一段落 也就是德川幕府在这个第十五代将军 德川沁息把大政奉皇给回给明治天皇之后 可以说五四这个阶级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五四不见了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政府 这个时期刚好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提的 这个西洋的文明进来 那么西洋的文明进来里面 传统的一个宗教里面就是神道 而这个神道里面会提到 王政复古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大家不要忘记 日本原来的一个宗教是什么 王政复古 那么天王亲政 历代的这个天皇 恐怕明治天皇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一个 实质的一个天皇 就是他很有权力 各位知道他担任天皇的年纪 应该是十三还是十四岁的时候 十三岁十四岁的时候突然变成天皇的话 那对日本这个国家将来的运作其实也是满危险的 不过其实他们有一些老臣在腐壁 这样子带着明治天皇来走过来 这个时候他们认为就是说 神様是什么 神様就是日本传统的一个神 我们都是神的子孙 那么在天皇要亲政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思想上 尤其是宗教思想上要给他教育的时候 就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把天皇给神格化 换句话说天皇 equal 神 怎么样去制造这样子的一个思想 天皇等于神把天皇给神格化 所以要把天皇神格化在制度上 在手段上就有一系列的必须要去做的一些政策 第一个既政一致的一个立场 回想中国早期或者是日本在古代的时候 其实既是既是既是官 它一定是在正古的某一个单位里面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国家的一个体制 那么到了这个明治的时候 所谓的王正复古里面也就是说 再回溯一下这个祭祀的重要性 所以祭祀的东西就是你要去跟神様拜拜 然后你要信仰祂你要尊敬祂甚至你要服从祂等等这些的思想里面 会跟政治的体制跟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全部挂在一起 所以叫什么 叫做既正一致的立场 那么如果说既是宗教这个东西要跟政治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第一个要思考的就是日本到处有神社 神社有禁仰 各位知道吗 神社 这个禁仰的制度怎么样去把它建立起来 到这个德川沐沐为止的时候 其实神社基本上它不是国家直接来管辖的 可是到明治以后他们慢慢的希望把神社纳入政府的一个 直接管辖的一个范畴里面 为什么 就刚刚前面我提到如果你要去把这个神道 变成一个国家的一个宗教的话 它必须要有一些制度上的这个转变 还有一些制度上的一个改革 那第一个就是把神社从原来的神社自由的去经营 去管理的这样子的一种体制变成神社 特别是比较古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神社 纳入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神道到底是什么 神道其实很难解释 那也无法一言以蔽字 但是如果很勉强地讲就是 神様の道 我们如何去了解神的这个道 所以他要做一个国民的教化 所以在1870年代的时候大教宣布之招就出现了 那么大教就是跟神道非常有关系的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 德川幕末还存在了一些圣语的力量 他们对于所谓大政奉还没有办法接受 那么因此就会有一些战争发生 所以明治新的政府跟旧的幕府 他们其实也发生过一个战争了 这个战争就是在1868年明治政府 即将成立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出现了 那么这里面把战死的 也就是说这个新政府跟旧幕府 他们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所谓的没心线索 战死者他们怎么办呢 要祭祀他们的灵魂 在1879年的时候 祭祀他们的灵魂 这个就是跟靖国神圣有一点关系 靖国神圣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天皇的生日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庆 叫天长节或者是纪元节 那么就是希望全国的这个国民 在这个对天皇的一个尊敬 是能够达到效果的 所以目的就是神道的一个国教化 那回想这个年代 187几年的时候 是神道国家化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是一直实施到 各位想到1894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那么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 民治政府到台湾来接收 之后的台湾到处其实也可以看到 把神道提升到一个国家的一个国教 这样子一个体制 那个时候其实在教育的方面 在学校的教室里面 在任何一个公开的场合 你都到处可以看到明治天皇的这个像 就想所谓的天皇的像 I call the 神像 你看到他你一定要拜的 日本人拜 这个要被殖民的台湾人跟着拜 我想后面去殖民朝鲜 到最后面到满洲 应该都是一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这个就是把神道国教化 这样子的一种很特殊的一个时代背景 那如果你跟我说 老师我们经常听到Mushito这样的一个名词 这个Mushito跟这个时代的 所谓的神道的国教化 是不是一样 从我的角度 我认为要把它区分开来做厘清 也就是有五世之前的这个神道 有说五世道也好 这个道跟把神道国教化名字以后的这个神道 是不太一样的解读 包括之前我花了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 Nitobe Inado的那一本Mushito 内容你去看也是有出入的 不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请各位注意一下 看神佛分离这个问题 那神佛分离其实早期我们一直讲下来 就是有一个名词 神佛分离这样子一个名词 那神佛这是两个不同的宗教 严格讲起来佛对日本来讲它是外来的宗教 可是融合的结果最后这个佛 你不能说日本的佛教是外来的宗教 你只能说中国的佛教 印度的佛教跟日本的佛教 你只能这样子讲而已 它不是一个外来的宗教 而是融入日本以后变成日本人的佛教 所以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日本佛教 我怎么这样子说 但是那时候你就不能再把它说 佛教对日本来讲是外来的宗教 外来的宗教怎么说 就是一刚进来的时候 对日本而言它是外来的宗教 那这个我们提到就是在圣德太子的那个时代 是经由韩国朝鲜传到日本 这个宗教到底要不要接受在日本的国内 曾经引起内乱 斗争 那么最后把佛教留下来 这个佛教留下来以后一直到 我们刚提的这个明治维新为止 基本上神佛习和他是一个大熔炉 里面当然有一些冲突或者是意见不一 做好不太一样的地方 但是大致上还没有一个朝代说 要把佛教给他毁掉 没有 那你看看143页 神佛分离在68年一开始的时候 就出现了神佛分离令 这个神佛分离令跟这个神佛习和 刚好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到这个1868年为止 神道跟佛教其实在日本这个社会是并存的 可是之后呢 对不起 因为我们要发展国家未来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所以跟佛教要做切割 那我们神道的部分要把它神道做成一个国家化 这样子的一种举动 因此发出了一个命令 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就是说 神社跟寺院这个原来是所谓 因为喜和混淆不清楚的这个部分 把神道变成一个国家 然后从国家的神道这个部分 把佛教的这个部分给它切割出来 那么其实这里面就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佛教的生理 这里面其实怎么讲 有一部分跟神社的神子 其实是有一些怎么讲 相关联性的 但是这个命令一下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 这个所谓的废佛匪士 还不知奇迫 特别注意一下他的念法 还不知奇迫 那顾名思义 废除佛教 然后匪士 这个士呢 就是释迦摩尼 不要了 这样子的一种情形 所以寺庙佛像曾经遭受到一度 曾经遭受到这个破坏 而且很快的就遍布日本全国 对于当时的一个佛教界 也造成非常深的一个打击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个命令其实下去有执行 可是其实他自爱难行 因为各位可以看 几世纪以来都是神佛 习合这样子一个架构之下 这个宗教的精神 在日本 在日本这个国民的精神里面 在他的思想信仰里面 其实已经根深蒂固了 你因为一个明治政府 有特殊的国家 异物一下子就要把佛教 给他切割 给他毁灭 我相信他是做不到的 从结果来讲 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会我毁事 这个事情就执行不下去了 所以从今天来看 日本有没有佛教 日本的佛教还是好好的 不但好好的 还在深耕发展 甚至于他比这个韩国 比中国在佛教的这个兴盛里面 都还不亚于这些国家 那你就可以了解到说 佛教的思想其实在日本 是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宗教的思想的 第三个我们注意到 基督教的一个禁教 基督教其实在江户时代 尤其是德川家康开始之后 大概第三代第四代 加光然后加钢 那个时代开始 钢戟第五代 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禁教 那么在江户时代 禁教的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有 就是说为什么要禁教 曾经有一些所谓的国家的刑事 这个五轮之道 五百 五轮之道比较重要 这样子 那么同时对外来的西洋教的一些教徒 给他打压 那最明显的就是在长崎那附近有一个叫天朝 天朝那边有一个岛 那个岛叫做岛园 这个有岛园之外 各位上网去看一下就好 这个岛园之外也是两个因素引起的 一个是农民一级 就是农民 因为这个怎么讲 政府瞌睡瞌得太凶 然后老百姓没饭吃受不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跟这个西洋教的禁教是有关系 那么所以在阿玛枯沙这附近 天朝起了一个暴动 那暴动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人出来跟幕府来抗争 而幕府也派了很多的军队去压制 死了很多人 为了这个事情 其实跟宗教有关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西洋教在日本 其实要让他们信教为止 其实也产生很大的一个风波 这是一个 那但是因为他抗争 就是说西洋教不准日本 日本不准他们传教突击 欧美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抗议的一个举动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的一个建立 那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建立以后 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吃亏 那最后日本也发现不平等条约 必须要赶快去删除它 而要这个欧美能够坐下来谈说 把不平等条约 比如说领事裁判权或是协定关税 领事裁判权 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外国人在本国犯罪的时候 本国政府无权审判 这个权力会回到那个犯罪者的 这个国籍的国家 权力会回到那里去 那如果一个外国人 比如说他跑到台湾来换了罪 我们抓到了 我们不能判他 那我们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主权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所谓协定关税 应该就是看你怎么签订 那基本上就是守的这个部分 希望说关税的率率 税率不要降得太低 要来保护我们国内的所有的商品或农产品 但是希望你让我的商品进去的这个国家 希望你把税率给他降低 各位知道欧巴马昨天到了日本 日本非常紧张 举国上下表面上你看的是欢迎 其实美日之间的TPP的谈判暗潮汹涌 这里面非常有趣的就是日本这次很强硬 就不退就是不退 那欧巴马这次来他基本上有说 看在我来的面子上 我们怎么谈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 那么这个在今天 而且今天他们基本上谈完以后 大概会开一个记者会 对外面这个说明 欧巴马在日本只有待两天 他其实这次来表面上是访问 我的解读是为了TPP而来 那这个TPP里面 里面比如说我讲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牛肉 牛肉谁都挡不住 台湾也挡不住 美国的牛肉他就是要卖给你 那你要去挡他其实蛮困难的 相当的困难 他就这么强势 那有哪一个政权 我说在台湾有哪一个政权 说要去挡这个牛肉挡得住的话 我是没有两票不然我就投他两票 应该很难 相当难 日本也是如此 这个牛肉的部分 他们希望把他做一个最低底线的一个防卫 比例到底是什么 但是美国不同意 那日本也不要 所以就僵在那个地方 那僵在那个地方 你除了靠这个商业谈判以外 在更上的高层就有这个政治的筹码在运作 这就是欧巴马来的一个原因 那明天早上他就走了 他去哪里 明天下一站到韩国去 到韩国去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汽车 这汽车就相反了 日本的汽车是很好的 这个不像美国车这么大 他吃油又很省 又不太有毛病 所以卖到美国去 其实美国人很喜欢日本汽车 可是美国觉得不行 因为这东西让你进来的话 他们你看以前的那个 比如说克莱斯的倒掉了 有没有 没有饭吃的人几百万 就是跟汽车工业有关系的这些劳工几百万 上街头来看意 然后这里面有一部分是跟日本汽车 在美国销售很好是有关联性的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角力 日本希望说我要进去 你那边你就让我进去 然后比例应该放宽一点 那美国相对的就会说可以 但是看怎么办 这个要瞧来瞧去其实满难的 我记得应该满久了 十年前有了吧 各位知道日本有一家汽车厂 汽车的公司叫做Honda 你知道吗 本田 Honda很多生产很多小轿车 里面有一款车叫Accordo Accordo的小轿车 我们台湾把它翻成雅各 曾经在美国连续三年销售冠军 把日本把美国的所有的像通用 像福特 像克莱斯 打的实在是惨戚戚 然后最后不管你是哪一国人 在美国只要开Honda的Accordo 就人人喊打 有人拿石头丢 有人拿棍棒把那个Accordo的汽车给敲坏 为什么 那个失业的人很气愤 他说就是这款车让我们没饭吃的 滚回去等等 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若干年前 其实在美国发生过是这个样子 那汽车工业其实日本一直做得非常的发达 我举最近的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你们就知道 比如说安倍就职大概一年半 在安倍就职之前 美金对日币的一个汇率是多少 大概是1比80 1比80这样的一个汇率 也就是说1块钱美金换多少 日币80块 那走到今天1块钱美金换多少 如果以最近 昨天欧巴马去了以后 大家以为N压师 结果欧巴马大概还没有到旅馆 又N压师 看不清楚的 但基本的金利各位看一下 他已经plus22块了 有没有 这一年半里面 日本的日币的币子已经便宜了 对美金1块钱便宜了22块 好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我们讲日本 比如说丰田 比如说丰田 Poyota 这是最大的汽车厂 这个它是出口导向的 对不对 然后在日本还有很多 日本的产业要进口 比如说进口什么东西 我们讲石油等等 就会因为这个汽车的提升或下降 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N压师到底好不好 你要看它的产业是什么 基本上如果日币贬值的时候 对出口的是好的 那举这个例子就是很明显的 丰田当日币对美金便宜1块钱的时候 便宜1块钱 它每个月会多出有利益 也就是它卖的汽车的利润会多出来 所以它可以乘 我不会算的 我不会算的天文数字 也就是说整理来讲我们就可以了解说 如果日本的产品要卖到国外去 然后你日币降低的时候 costal就down costal就降下来 降下来的时候 它的产品当然就比较好销售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 当然还有很多日本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产品 基本上N压师它是拍手叫好的 可是如果是进口的那就很惨了 也就是说现在的日本人口袋里面 跟一年半以前安倍还没有掌正的时候 是一样的感觉 我口袋没有增加 可是我到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 发现所有的民生用品物品一直在涨 所以其实老百姓对安倍所谓的三支箭 Abenomics都是打问号 本来一个现在打两个打三个问号 到底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现在经济上有任何好转 这是现实 然后今年4月1号消费税从3%变成5%变成8% 我跟各位讲这只是一个障言法而已 8%只执行到今年年底 2015年1月1号开始变成10% 好 那各位想一想 老百姓的口袋没有增加收入 每天出去柴米油盐酱醋茶成本增加 所以它付出要增加 再加上消费税又给我多拿一些钱 老百姓真的没有看到日本的经济好转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为什么呢 这跟这个有关 这个地方加了22% 这个加了22%跟进口是息息相关的 那便宜啦 对不起 便宜啦 便宜22块的话 就是说日本的币值 每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都降了22块的意思 换句话说你在国外买东西要进口到日本的时候 成本要增加 成品要增加 那成本要增加的时候 它口污里就是小买卖必须要增加 价格要提升 不然它赚什么 它没办法赚 有这双重的一个压力 因此就会产生一个杠杆的原理 就是出口好呢 进口好呢 目前来讲好像是出口比较好 可是对进口比较伤 那整体的经济加减起来 对整个日本的国家的经济呢 是银压是好吗 还是银铛好呢 看不出来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可是基本上目前大家的解读是认为比较不好 就是几家欢乐嘛 几家丑嘛 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也是我附带的 跟各位提的 好 那我们给各位看一些这个power point 靖国神社我想各位都知道 靖国神社主要是这个就是祭拜战争牺牲的一些 当时代日本的一个军人 还有最后有加入 所谓的二战时期的这个战犯 这个战犯就是我们称的那个A級战犯 像东条英姬他们这些人 因此延伸许多这个东亚里面的一些国家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两天前吧 昨天还前天 日本内阁集体又去靖国神社再参拜 那么这个问题我想这个 韓韓怀怀着中国 韓国怀怀着 那这是一个战争的问题 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是角度不同的问题 对于日本人来讲 他不认为这些是所谓的战犯 对他们来讲 那是他们的民主影响 就像说我们到大祠去有忠烈祠 有没有 忠烈祠就是当时战争对国家有功的这些军人 对不对 那去拜拜有什么问题呢 这是日本人他们一直强调的作法 可是背后那个历史问题 战争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复杂 据说这个中国大陆好像昨天扣押了 日本一个企业的这个船 米兹伊的 米兹伊的样子 米兹比西还是米兹伊的船 跟魏安户好像有关系 也就牵扯到历史的一个问题去了 好 那其实各位知道吗 靖国神社里面有很多当时的 怎么讲 台湾人的日本军 知道吗 台湾人的日本军也供奉在里面 在靖国神社里面 也就是说当时代在战争的时候 台湾是被日本殖民 而日本政府征召了很多台湾人 去帮日本军队打仗 而战死的也共同在那里头 那么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 靖国神社的问题 台湾人的看法跟中国人的看法 好像感觉上有不太一样的那种想法 各位如果有机会到靖国神社去 我劝各位去做一个见顾 那你要进靖国神社的时候 我建议你从正门走进去 不要从侧门 他也其实有侧门 你从正门走进去 因为我第一次去也是 日本的一位大学的教授 其实他是台湾人 他带我去的 他说我带你去看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我说什么现象 他说全日本有一支最高的旗桿 升旗的旗桿 就在靖国神社里面 然后他跟我说这支旗桿 跟台湾有关系 我当然就很好奇 就带我去这样 那一进去以后的 我现在的印象里面应该没错 在左边 在入口的左边 入口的左边他就说你看到了没有 我真的看到了一个升旗台 可是那升旗台下面有一个石碑 我往上一看 几乎看不到那个最上面的日本国旗在哪里 他那个升旗台很大 那个柱子非常的粗 然后很高很高 那下面那个教授就叫我说 你注意看这个碑文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 就后面有一个日本天皇来纪念台湾的 这个叫做台湾人日本兵 其实战死很多人这样子 那么他在缅怀这些 缅怀台湾人日本兵 同时在祈求未来世界不要再有战争 希望世界能和平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纪念碑跟升起来 就在靖国神社里面 各位去了解一下 然后有一个文库本 他的书名就叫靖国神社 我觉得各位是日文系的学生 可以买来参考一下 那下面我们继续看 提到的就是说日本的国旗跟国歌 国旗的时候日本经常讲这个日の丸 日の丸有没有 那个便当每次就是说塞了一个梅 然后看起来就是日の丸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说刚刚提到的国家神道 为了要确立 所以他们指定这个祝日塞日之 就是天皇的生日那一天 就是一定是国定的假日是祭日 然后把这个日の丸给它显现出来 那这个日の丸基本上就是说 它说是日照旗就是太阳 取之于应该就是太阳 就是日本它是这个怎么讲 日の丸这样子的一种国家 那这里面就回到跟神道的一个传统思想有点关心 就是说日本人是一个农耕的民族 那皇室自古以来他就是一个主神 那这个主神里面有最主要的一个神名 就是这个天造大神 不太好念 天造大神 那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这样子 那这个広马路 其实这个把它定位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看看144页 它是从哪里来的 看这个POWERPOINT 第三这个 《岛经骑兵》是谁 《岛经骑兵》就是九州最南部的 现在的鹿尔岛当时代的 Satsuma Han的一个殿様就是汉袖 他在默默的时期就把这个东西 挂在日本的商船 那么在1870年代的时候 泰政官公布为正式的日本船的一个标记 这是一个 那日本的国歌叫做Kimi ga yo 是受到当时 Satsuma Han很多人的喜爱 为什么在默默或者是明治初期 近代化的过程经常会提到萨摩罕 这个我要补充做一个说明 因为萨摩罕他是势力非常庞大 经济力量很强 在默默的时候 参与国家政治的这一些决策 他涉足非常地深 所以他其实非常有影响力 也就是国家在未来发展的运作上面 Satsuma Han他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 因此他们的一些做法 一些建议受到朝廷的一个重视 我想这个是一个背景 到最后明治成立之后 有很多高级的这些官员 基本上也出生于Satsuma 最后就把他选成国歌 各位可以看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 那其实这些有关于国歌的事情 其实非常的敏感 到1893年开始 国内外的仪式歌才被指定 那么到1930年代的时候为止 实质上他是一个国歌 但是也没有正式去公布就是了 不过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实行 在1945年战败了以后 那么基本上就是说 他们认为包括军国主义 包括国歌国企这个部分 应该实质就是低调一点 一直过了四五年到1950年的时候 在公式的仪式里面 才把这个所谓的国歌这些东西 放到国家的祭典或学校的这个 有举行什么仪式的时候 再把它称为一个国歌来唱这样子 可是各位按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就是在法律上正式的 把这个日本的国歌定成国歌 或把这个国旗法制化 其实蛮晚的 在1999年平成11年之后 我们讲的是从法治上 变成正式的体制还蛮晚的 可是之前其实都在做 只是没有把它定位 所以我们讲的是 《新宿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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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节 我们跳多一些政治的宗教的问题 现在看一下文学的问题 也许各位就比较有兴趣 那么从古典 从奈朗平安 一直到宗室的文学 一直到德川时代的一些文学 到了明治这个时代的这个文学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代性的不同 这个时代性的不同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还是西洋的这个文学的 对日本的文学的资讯进来 同时对传统的日本的文学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就像说在江户时期以前的日本文学 受到中国文学也蛮深厚的影响 那是一样的时代背景 可是在明治以后的西洋的东西 对日本的文学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 那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个 《十博物记秀有》 《坪内逍遥》 就是说《坪内逍遥》以前 在明治初期的时候 其实有这些 各位可以看一下作品 那这些作品反映当时 文明开发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跟英国有关系的 话题等等 在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翻译小说已经出来了 这个翻译小说有跟英国的小说有关系的 那有跟化国的科学或者是冒险小说有关系的 等等这些 怎么讲 对于年轻人 会有一些比较新潮的思想上的刺激的东西 透过翻译这样子的一种程序 来跟日本做介绍 这个是一个时代转型的时期 所以明治以后的这个所谓近代日本的文学 是怎么讲 它的范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影响也是很深的 那小说我们如果回到那个 中国的明清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明清的小说 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 但是小说的作品流到日本来了以后 日本把它解读了以后重新改写 这改写的一些它的印度 它的想法是来自于中国的小说 可是它在日本的这个木末的小说里面 就已经造成创意性非常高的作品 而且这些创意性很高的作品又回流到中国大陆去 让中国大陆尤其是文学这个领域 对小说特别爱好的这些人 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震撼 他们认为说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子去创作的 那么现在到了明治 应该算是明治跟木末的时候不能创清界线来说 文学是一定可以有一个界线的 没有 如果从历史的时间点的角度 那才可以去创一个界线 比如说1853、1854变成近代 日本的讲法 或者是说1868年之前他就是德川幕府 1868以后他就是明治政府 这是历史时间点的划分 可是文学的东西他不能这样子划分的 他应该是不要去看那个划分的时间点 你木末也好 明治初期也好 其实他那个现象是一直过来的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时间点去把它切割 但是有一个要素我们可以去看的 就是说本来是东洋的东西 本来是中国的东西 对日本的文学有影响 可是因为木末的时候 其实这些思想家这些文人 他们不断地到欧美去 或者是跟欧美人接触 其实欧美的这些文学早在木末的时候 对日本来讲就已经不陌生 而且也有一些特殊的作品 甚至有一些翻译的作品出现了 只是名字比木末更来的明显 应该可以这么说而已 那这里面我特别要讲的就是翻译 翻译这个地方我特别要提醒各位注意 就是说翻译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特别是今天各位是日文系的同学 其实回想你们在四年前进来的时候 如果面试的时候我们经常问学生 将来你要做什么 有比例很高的同学都跟我说 将来要从事翻译 可是四年之后现在再问你的话 大概没有人不太有人敢讲 几乎很多人会摇头说我不要 因为翻译不是那么容易 那要把翻译当饭吃恐怕很辛苦 你得要好好的做好你的一个人生规划 可不可以做 当然可以 那要相当的执着 相当的专业 还有有相当的能耐 可是翻译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 从晚清开始 中国大陆开始翻译作品 就是把西洋的思想 把西洋的 包括文学的东西 很多很多西洋的东西 那你到中国来了 你们想到严护这个人有没有 之后一大堆的人 然后日本人去吸收西洋的知识的时候 其实是从中国人得到了一个Hindo 所以这里面一开始 我认为翻译这个东西第一个步骤就是 西洋中意 对不起 写错了 西洋中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日本人後來得到靈感知道了 西蘇日裔 包括小說列 各位看一下 我現在在PowerPoint裡面呈現的翻譯小說 是在這個時間點 在這個過程裡面出現西蘇日裔 西蘇日裔以後的西松 現在我們講的是文學的東西 有太多的作品 我沒有辦法一一去跟各位做說明 但是我講的是一個很重要的時代的背景 這個東西蓬勃發展了以後 其實清脆一人算一人 西蘇中裔到最後西蘇日裔 日裔的部分是蓬勃發展 也就是說日本人在吸收西洋的一些作品 透過翻譯的這個手段 他做得比中國還要好 那所以各位如果你們回想 中國的歷史裡面有一個人物 這個人物叫張之洞 也許有人認識他 張之洞他也寫了一個什麼東西 各位不要忘記上個禮拜我們提到 福澤宇己也寫了什麼 楽夢の十字妹有沒有 這個人比福澤宇己更早就提了 他從中國的角度說 大家其實要去念書 不但要念書要去哪裡念 到日本去 那你看那個勸學篇裡面 不是勸清朝的人到歐美直接去吸收 歐美的知識 而是勸中國的政府鼓勵年輕的 一些優秀的學子 把他們派到日本去學什麼 不是學日文 也不是學日本這個國家的東西 主要是學歐美的知識 這塊當然包括文學在內 這是張之洞他講的勸諧篇 勸諧篇你們去找出來看 上網應該就看得到了 基本上他提的就是說 中國離日本很近 第二個 日文裡面有漢字 這些年輕人要學的話 可能比英文來得快 第三個 中國跟日本地理位置上很近 派了一大堆留學生出去 對國家的國庫 公堂不用浪費很多 但是主要叫他們去日本學什麼 學這個東西 學這個東西 因此呢 最後是有第三個階段出現 是回流的 是什麼 當然這個字 如果你要用漢義也可以了 和書漢義 其實有很多是 和書的知識是歐美的知識 透過日語 中國再把它翻成中文 翻成中文以後回流到中國去 大概有這三個階段 所以翻譯小說跟政治小說 這個部分在當時代可以說是很新的東西 是一個起步 所以對當時學文學的人 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新奇的東西 而且非常令他們嚮往的一個領域 一門學問 那文體 各位注意一下 他是用漢文的訓讀體在使用 這是很特殊的 下面寫實主義 我們再看看 名字十年過去了 二十年過去 從二十年到第三十年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另外有一個 就是說把勸善逞惡的 有一點點儒學的一個思想在裡頭的文學觀 給他否定掉 而那個時候其實就接觸了很多 這個比較重要的西洋文學 比如說最有名的 大概我想那個莎士比亞等等的 這一些東西就受到很大的一個關注 因此在這個時期就出現了一個 風草一個大方向 這個大方向叫做寫實主義 就是說傳統的文學觀 都有一些儒學的素養 可是如果把西洋的文學 透過翻譯 或者是直接去了解 又發現說這個文學的內涵 怎麼有那麼大的一個差異 然後就會去做對比 那對比的時候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矛盾的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古代的這個儒教的倫理 這個東西 跟對我來講 非常新的這個西洋的思想中間 到底哪一個是好呢 心裡面會有一個掙扎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文體的關係 文體的關係各位可以看到 言文一字運動 其實也是當時一個文學界裡面 大家在爭議的一個問題 又大的問題 然後有什麼 des的問題 又的ある的問題 然後最後還有用desta的問題 這些文體上的一個表現 也是當時他們在吸收這個西洋文學的過程裡面 有一些爭議 我想這個是一個過程 也是應該是必經的一個現象 可以這麼說 第四有一個叫尼古古典主義 也就是說 像我們之前提到的神道 是在講這個復古運動 那麼在文學領域 當然也有人提倡所謂古典文學 必須要復蘇 在江戶時期 德川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 這個有國學 有沒有從賀茂真元到本居宣長 他們講到國學 復興中國的古學 古典文學 這個部分也被提出來 等等 大概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 應該回到注重傳統的文學 或者是應該是去強調 所謂物質文明的西洋的文學 哪一個重要 這個其實不能用對錯 來衡量這個問題 可是必須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你對宗教的問題也有這個 你歷史的問題也會碰到這個 同理在吸收文學的過程裡面 當然也會碰到這種傳統跟近現代 到底哪一個是好 哪一個是不好的一個問題 所謂好不好都是個人主觀的一個判斷價值 我認為那個是每一個時代背景 所產生的 應有的一種怎麼講 歷史現象 它是必經的一個現象 這個是到前期為止 其實就出現了這幾個人 這個坪內逍遙 二葉挺四米跟信田 陸伴這些人 有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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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